歡迎收看食尚玩家 魚肉香檳 我是小賴 我是大班主持阿倫 那今天呢 來直接往後看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間 寶山國中 而且我們現在身處的就是在台東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期待 因為今天魚肉的這位香檳呢 厲害了 讓我們掌聲歡迎金牌女神郭姓淳 哈囉 主持人 大家好 謝謝大家好 哇 好耀眼的光嗎 真的 我只說太陽的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因為剛剛姓淳剛奪回金牌嘛 是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奪到金牌那一刻心情怎麼樣 其實我在評級第一把就確定金牌了 大家有沒有很喜悅啦 那你得到金牌回來之後 有沒有做什麼放鬆的活動 就隔離式時間 對 很痛很痛 我跟你講因為不知道大家金牌的選手 在隔離的時候有沒有跟大家不一樣 你在隔離的時候有做什麼事嗎 我還是有訓練啦 就練一天修一天這樣子 你在隔離的時候有訓練 對啊 因為那個停的訓練室 就已經開好課表了你知道嗎 就是不想要讓我放鬆 天啊 好的第一餐呢 我們的杏淳要帶我們來吃什麼 好的 我知道台東非常的熱好不好 先發飲料 太久了 太久了 早餐店的紅茶啦 運動員是不是針對於早餐是非常重視的 對 因為以前就是 就是接觸到體育 然後當然教練在 給我們一些知識的時候 當然是對於早餐就是比較 比較重要的一場這樣 對 我先差一點 有點渴 自己渴要先喝 這家早餐店是你現在還是會去吃的嗎 對 因為其實我長時間都在高雄 然後偶爾才會回來台中 那有時候回來台中 就是會一直想要吃以前 就是覺得很好吃的東西 就是一個吃回憶的感覺 對 對 而且這個早餐很像我們以前 學生時期就是愛吃的那種早餐 對 因為在學校附近 這間早餐 然後所以因為很早就要來學校了 因為第五點半 因為我騎單車也早 對 所以就要到那個早餐店那邊去買 然後我就很喜歡吃他們家的這個 土司加蛋 你們挑選早餐是有一定要選蛋類的嗎 也沒有啦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就是特別喜歡 沒有 我很好奇 你現在早餐一天的量是多少 這樣一份飽嗎 其實我真的吃 有時候吃蠻多的 有時候就會比較少 像有時候像我這幾天在台東 對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點到三份這樣 哇 哇 天啊 對 對啦 最近沒有訓練 最近就單純想要吃 對 就是吃 尤其是早餐那 經過了一個晚上就會特別餓 對 因為我是真的非常喜歡吃早餐 就比如說像我們出國比賽 然後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的那種餐點裡面 我就是最期待就是早餐 不是 早餐最重要 直接來試試看 好 還有小黃瓜 欸 我跟你講 這跟我台中的時候 因為我每天早上 因為它的美乃滋是 我很喜歡的美乃滋 透明的那種 透明的這個東西 是甜的喔 真的 它的美乃滋是甜的 我只有在台中有吃到過這個口味 我髒話也是這種 也是甜的美乃滋 但因為它這麼愛吃早餐 你有曾經想說要開早餐店吧 對啊 有 然後第一個當然就是因為偏鄉 跟小朋友其實很多背景啊 其實都還蠻類似的 就像可能以前家境沒有那麼富裕 對 那因為以前的早餐是 可能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對 就變成說很不定時 然後當然因為接觸到教練 他們給予知識的時候 是覺得說 就是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場 然後當然也會希望透過自己的那個 能力 然後去讓小朋友有第一天的早餐啊 就會有很豐富的 那以前 比如說你說有些 小孩是家境比較不清寒的嘛 那時候是教練會自掏腰包 買早餐給你們嗎 對 有時候像我們常常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教練都會買早餐啊 中餐就是他要包辦這樣 其實我覺得很多 很多學校的教練其實在基層的部分 其實很多教練都一開始都是 一定都是自掏腰包 可以投資花錢 對可以投資 對 所以然後後來可能 像教練 林教練他們 就是可能我現在走到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舞台 然後我覺得他們 應該也會很欣慰 然後這樣 然後對於學弟學妹可能也會 就是 有動力 本來只給一個 然後配合給三個 一人三人 我要吃幸存的菜單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 也很多人都願意去支持體育啊 我覺得這樣 就是有看到 就是非常棒 那我好奇這個國中 是全部都是在訓練體育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個是一般學校 但是我們有體育版 因為我們剛剛一走進來 就看到外面有人在跑步 在跑過我想像 那大熱天耶 就是 這是寶山的角力隊跟田徑隊 真的很辛苦 但因為除了這個 吐司夾蛋之外 聽說還有一道是 幸存本人非常推薦的 耶 耶 耶 什麼 耶 好 好 推薦一下 推薦一下 就是奶酥厚片 但是因為這一家的奶酥 就是有特別的 因為我阿姨 大阿姨啊 就是跟那個老闆娘非常好 因為他們家以前也是都是 點他們家的早餐 那老闆娘就說 喔 現成要開早餐店喔 如果他要開的話 我可以那個 透露一點那個 那個奶酥味的 食譜 對 它 它奶酥很像在吃那個 有點像蛋泥的那種綿密感 其實有不一樣耶 就它很綿 它是直接在那個口中會化開來的 以前吃的時候 因為以前很厚嘛 所以都會這樣子 然後把上面的奶酥先刮掉 就全部都先刮掉 然後把那吐司吃完 然後最後就說 真的 我以前都這樣吃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啦 其實很厚耶 你們這樣看 真的很厚耶 其實滿厚的 對 我們家以前 房子被髮拍之後 就是我就是 因為要上學緣故 所以都比如說住大一家 然後或者是跟 一二一 二三 因為我們都阿姨 三個 三阿姨 三阿姨 然後因為他們那時候租的房子 是在這家早餐店的對面 所以在跟大阿姨跟三阿姨 住的時候 其實都是吃這家的早餐 對 其實這樣你澱粉吃滿多的耶 對啊 吃滿多的 這樣是OK的嗎 OK啦 因為我 現在控制體重比較厲害一點 對 控制很好的時候就可以吃比較多 他最近比比賽那時候再更小隻了一些 對 比較瘦一點 因為我們在奧運前 就是我那時候四月從雅庭賽回來 然後又隔離二十一天 因為我們那時候才打一季 對 那二十一天 然後隔離完回到左訓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又一起爆炮 對 我們在隔離 因為不能出去 因為又再隔兩個月了 然後直接到奧運這樣 所以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外面的東西 他在逼風耶 對啊 就是直接先進去 因為他剛剛有提到奧運 因為聽說他在比賽的當天 發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生理期 他的姨媽來了 但我跟你說 我很早就知道他會來 可是剛好是那一天嗎 不會特別去挑嗎 因為我那個手機會記錄那種推算 我當前一個月的推算完 他是說預計下一個月的時間是 就是二十七號 我就說 確定耶 確定耶 我跟你講 那代表他很健康你知道 都照那個時間來 對 就剛好 但我已經有做好心理準備了 沒有 因為我其實平時在訓練的時候 就是不會去特別挑 對 就是那個來 我還是照常去訓練 因為我就是要預防說 我在比賽有 碰到這個生理期的事 原來是這樣喔 可是我想問 不是通常就是會特別吃藥 可以去調筋嗎 可以 但是我就 我覺得想要讓他順順的 對 從頭到尾 一開始就是在這個木板上訓練嗎 對對對 我跟你講我們以前 國中的時候根本沒有這個場館 我們都是在那個戶外 你說大太陽嗎 好不好 所以在操場上練習中 天啊 好可愛 所以他那個打下去操場不會壞喔 不會 沒關係了啦 沒關係了啦 沒有辦法啦 沒有辦法啦 現在也值得了啦 值得了啦 值得了啦 有沒有 10的 好 10 10 直接35公斤 因為這15公斤嘛 你加10的啊 好 你加10的就是35公斤 好 試試看 要嗎 要 確定 不是 你怎麼扛那麼輕鬆啊 這個10公斤而已 你怎麼可以扛那麼輕鬆 還是 這個可以吧 我試試看 我先用手拿的 你手 不是啊 不是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是因為他沒有縫隙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 這也可以練握力 你知道嗎 所以你是握力夠強 不是 你自己摸 他根本沒有曲線 真的起不來耶 好強喔 好 我們試試看 沒有啦 這順便練握力有沒有 你很厲害耶 海生 海生厲害一下 好 我們現在要幹進去 不要這樣 然後再用 好 喔 耶 耶 耶 我覺得死定耶 有夠重的 超重的耶 我試試看 好 1 2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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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要站那麼開 對 這麼在 好 那我1是怎麼樣 1就是要到膝蓋裡面 1到膝蓋 好 對 1到膝蓋 你看上面那麼多小孩子耶 他還沒救你 1 1 1 2 3 3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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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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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你這樣可以 小心 小心 1 2 2 3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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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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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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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卖那个巧克力吐司 对 巧克力跟花生 所以等于是你别人午休的时间 你去福利社吐司 对 会不会是那种 比如说在班上坐不住 就一直很想往外跑的人 真的 我跟你讲 最有记忆就是国小的时候 就是很多那个中午的照片 就是没有我 就是睡觉呢 就是我跟我一个很好的同学 就我们两个常常不在 然后有时候还会因为那个 不想要午休 然后去参加一个直敌队 你说直敌队吗 对 直敌队 刚刚我们在拍之前 我们圣语那个说 今天是有防空宴席吗 结果这是你们的就是日常 对 因为那个附近有那个 自航基地 好 那现在就是午餐的时间了 哇 不是 不是 老板娘你先指負一下 这个大小是平常来店 你就是这个大小吗 是的 这个大小已经是小蛋糕了 好棒喔 里面的料 这里面的练完喜吃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好吃 不是 对 我是刚刚的 普通常性存都是吃什么午餐 參加比賽的時候 教練都會買就是這家的便當 我發現他們一天三餐都很正常 對 非常正常 而且教練有多辛苦 還要去搜尋哪邊的早餐 午餐 晚餐 教練其實他就是一個美食地址 你知道嗎 本人 他本人 那你們以前有沒有吃過教練 然後買的東西你覺得還好還好 沒有 都很好 一定就是他吃過的 他覺得好吃的他才會推進給我們 他的筍子 你吃他的筍子 他的筍子怎麼不一樣 他肉真的很好吃 他的排骨好吃 有好的嗎 幹嘛 這只是個普通便當 太早了 他的排骨肉很好吃 他的排骨肉是 你知道看起來薄薄的一片 可是他的肉汁跟他的肉質非常的好 而且他排骨咬下去很香 對 重點是還有加那個胡椒 他姓純真的愛吃 他一直都吃 他沒有 不是 你要介紹我們嗎 我要請你們對他的評價 對不對 我先吃 我跟你講 不知道你們有吃過肉汁 他的排骨吃起來有一種肉汁的味道 而且這個便當啊 你看這個分量 可是他很多東西都有 比如有筍子 有菜 然後中間還有一顆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茶葉 然後還有排骨 我懷念的是還有養樂多可以喝 因為以前就是你知道學校都會附嗎 對 我們要喝完一定會漲氣 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剛練完 舉重到現在 其實沒有過多少時間 你剛剛還說你沒有很餓 他拼命狂 他拼命狂 他拼命狂一半了 你拼命狂一半了 你拼命狂一半了 因為你在前進比賽的時候 你跑完就 你給到 所以你跑完了之後 其實真的會很餓 然後那時候吃那個便當 哇 很煎美味 那你那時候跑完 是在這個地方吃嗎 沒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比賽是在田徑場 台東田徑場 對 因為我們台東就是有 應該是說田徑比賽 因為大家都是 到了那個田徑場 就要找某個地方 就要佔據 佔位上 然後這邊是寶山國中的地區 休息跟吃飯的地區 所以你們是需要先派人 先去 對 你們要先派人 要找地方 對 我以前沒有這個習慣過 因為我以前是田徑隊 哎呦 哎呦 還是我們要跑一下 哎呦 哎呦 我一定會說 你幾百年沒跑 去近年 你跑步是快的嗎 哎 才跑嗎 爆發力 啊 爆發力選手 爆發力選手 那耐力勒 我耐力不行 像那種400 不是有那種千六階嗎 一人要跑一圈 不行 前面很快 後面就游泳 沒力了 就像跳遠我也跳過 然後標槍我有試過 游泳呢 我20歲才學會游泳 我那時候受傷 14年受傷 然後在水中做復健 然後就順便把游泳學起來 不然是因為復健 對 因為都要在水中 有那個福利 它的飯吃久滿甜的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台東的飯很好吃 很香 那你們通常吃完午餐之後 會去做什麼事 我們還會喝一個東西 就是蠻牛 什麼 就是睡午覺起來的時候 以前只有蠻牛 還有那個老虎牙齒 你知道嗎 好 又要來訓練了 午餐也沒說話 對 你們通常會來到這邊跑步嗎 就是做一些肌力體能訓練 肌力耐力之類的 而且他們剛除了跑完平地之後 現在是要來跑斜坡 斜坡 那我們 因為我們比較 比較老一輩的耶 所以我只有跑這個斜坡 但是後面的小朋友 他們是直接衝 然後還要加上一個樓梯 對啊 這好險我們沒有衝到那邊 這邊很像以前那種 日本的那種動漫 就是會這樣子 以前那種訓練都要跑上去 跑上去 對 沒有手要在後面這樣子的 對 好 跑完之後 通常 杏純都會買這個 蔥油餅是不是 對 家內都會買那個蔥油餅 因為怕我們店玩的時候 會肚子餓 對 所以他就會買一些 小點心 但除了小點心 杏純平常他有在吃冰朗 冰朗50 不是100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說跑完配冰朗喔 會發熱 身體會發熱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是老闆桌包的 韭菜啦 他想說 哇 原來冰朗那麼厲害 有 好吃軟 我現在想要直接加韭菜 OK 因為我好愛吃韭菜 謝謝你的鞋子 好 來 可以 OK OK 看起來很香耶 哇 這韭菜 很讚啊 來 非常好吃 如果是很怕韭菜味道的人 你們可以吃這個 因為它的韭菜味道 好香喔 好 對不對 它不是那種水餃那種味道很重的那種 很像我阿公阿嬤炒的那個螞蟻上渡的韭菜 你有這樣吃過嗎 沒有 老闆 老闆沒有那個 沒有送給我 這個菜好耶 很棒耶 這韭菜真的很棒 很香耶 再借我加一點 我有吃 而且它的蔥油餅 因為我們現在剛買回來 它沒有很油耶 對它其實沒有 就是拿起來都是乾乾的 乾乾的 因為通常運動完 如果吃這麼油會想吐吧 它的那個乾度很像 就是夜市很常買那種 東北大餅 我是想拍手的喔 但是因為 我手 你現在沒一口 對我現在沒一口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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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除了蔥油餅之外 你現在還跟老闆多選一個 我 叫做千層酥 哪一個 天層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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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一點像是 那種捲餅類的 對 那嘴巴還滿辣的 小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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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它就是酸辣酸辣的 酸豆 酸豆 很消毒耶 讓它酸辣酸辣的 所以其實很下 就是下味 叫什麼 清爽 因為它吃起來 比較是有一種 生菜沙拉的感覺 對 因為那個小黃瓜吧 對 它酸肉味道就是 這味道有什麼形容 就酸 酸酸的 然後它有一點點微辣 微辣的 對 對 我沒吃過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吃 第一次吃 我來加韭菜看看 這個真的百搭耶 這個韭菜 很好吃 我如果拿回去 我可以加在別的東西 對 而且我覺得它很適合 推出一個韭菜罐 真的還有韭菜罐 我剛剛如果你們家裡的 爸爸媽媽煮菜偏沒味道的話 拿這個加 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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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變好吃 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吃完一個會很飽 超飽 因為它的皮算是滿厚的 對 然後又有肉 又有肉 還有小黃瓜 這個好吃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這個蔥油餅 其實教練還滿貼心的 就是每次 其實應該是說 幾乎每次練比較晚的時候 他就會去買一些小 小零食 小零食 給我們吃這樣 對 練太晚了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吃到現在 很好奇 教練就是每一餐買的這些東西 是不是有在照 特表 在給 就比如說這個時間補個蔥油餅 好像會不錯 沒有 他每天都練得很累啊 就一直跑啊 要不然就籃球也是一直跑這樣子 對 消耗就消耗蠻多的 對 因為他們不會因為吃這些 因為其實這個 在平常沒運動的人的眼中 應該都算比較油膩類的事 對 你們都沒有因此變胖 沒有 因為我們跑很多 我們跑很多 我們跑很多 但很好奇 你們在運動的業界裡 有沒有什麼 吃什麼 比賽前不能吃什麼食物 輸跑 會跑輸 會跑輸 所以我們喝老虎牙齒 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那會吃巧克力吧 巧克力會 很厲害耶 像舉重比賽上 我們會前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 就不洗那個 護具 好像一些精氣繩 有在上面 就留著 不能洗 不能洗 這樣 那頭髮有限時嗎 有 有 有 現在會想說 比賽前不能去剪頭髮之類的 就是不能有凍包的型 那比賽當天的髮型 你自己會 就是特別 哪一個髮型會贏嗎 沒有 我大部分 我都是綁馬尾 然後像我 我是習慣 就是我兒頭 比較空的 之後一定要露出來 那我再問一個 比較題外話的 因為通常很多人都說 比如說像很多藝人在開演唱會的時候 要禁運 你們運動員 真的有要禁運嗎 運 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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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奧運 就是大家都會發那個 小朋友 我還記得 不知道哪一年的 他是直接在餐廳 有那種 不是那種旋轉的那種 免費嗎 免費啊 那是轉 轉 可是 就是比書沒關係 可以帶一代的保險套 紀念 紀念 但是也是那種宣傳就是 我們就是要 對 安全 安全好不好 好 我你們最愛吃的肉醬意大利麵 肉醬非常多 前幾家我們在吃的時候 然後郭信純已經說 我跟你講 這間紅茶很好喝 很好喝 好 現在呢 幸存帶我們來這個地方 是什麼地方 七里香 水煎堡 水煎堡 也是這個教練就是在我們練完的時候 會買的一個 其中之一的一個小點心 對 那因為他 本身就 所以就是燒個大碗 今天從第一道吃到現在 幾乎都是 我們所謂平常所說的 對 然後加上好像每一道都是 教練買回來給你們吃的 對 所以你本身自己是不太挑食嗎 其實以前也真的不挑食啦 那當然加上因為很多的時間 其實都在學校 就包括是上學到練習完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一整天都是在學校的 對 所以其實都滿樂觀的啦 對 哇 不對 老闆娘妳先指負一下 這是整間包 請問這個大小是 平常來店裡就是這個大小嗎 就是這個大小 而且以前從12塊也是這個大小 這個大小已經是小蛋糕了 那生煎包跟水煎包有差嗎 那一定有 當然有 我們水煎包皮厚 它主要的內餡是以菜為主 對 那生煎包呢 它 它的內餡是 那我們這個 就是 民主其實的水煎包 我沒看過這麼大的 那當時為什麼會想要 以這個大小 其實以前呢 我們這邊很多學校 好 那我們其實重點 真的是想要滿足那些學生 而且呢 在我們後山 台東要叫做厚山 那生的很多人是想要 假醜吧 假醜吧 吃一個 就可以度過一餐 我跟你講 老闆娘已經當阿嬤了 這麼誇張 怎麼這麼誇張 怎麼保養好恐怖喔 面色立直啦 不不不不 真的不是啦 對 我覺得 我覺得要有一個 開心的心情 開札的心情 再來就是 我覺得每天我都跟很多年輕人 相處 對 有時候看人家等待肩包的同時 我跟他們互動 互動下來的結果就是 會變成這個樣子 常跟年輕人就像此刻 跟你們在一起 塗抹年輕人的笑容 真的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辭了時尚 因為這邊都是年長 哇 OK 現在就是來吃這個 手長大 好 這應該比阿樂手長還要大 對啊 直接比我手長大 對啊 直接比我手長大 可能也跟妳的臉差不多大 好可憐喔 先比比看 可以這樣子的臉 怎麼會這麼大啊 對啊 很大一個耶 而且她現在 因為她老闆娘說以前賣12塊 對 現在也才賣25塊 你知道 很常去就是某夜市吃生煎包 已經要35塊了 然後比圈都還要小 還有這個獎 這個獎可以加 可以這樣出個洞 好 淨醇的吃法 我跟你講 這在我們前幾集在台中 你知道那個醬別插進去擠 你們有插進去擠這個 沒有 我們就這樣 先用一個洞 我們沒有 然後 然後又倒是不是 然後再加幾集 淨醇他剛剛其實也是直接插這樣 對啊 我剛剛側面看 對啊 你們也是插進去啊 我們借我插啊 來 圍插啊 圍插啊 對 所以她這邊 對 你看她這邊做的斜切 斜切的 它裡面料很實在耶 給她看它的剖面 冬粉就是水煎包的靈魂 哇 好讚喔 裡面的料 所以那個練完喜吃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好吃 對 因為很餓的時候吃不起來 很難看喔 你要拍手了 我要拍手了 我要拍手了 唉唷 哇 好不容易耶 因為通常這個大小很怕 我吃到很厚的麵粉的感覺 但它不會 它從外層就都是脆的了 它一定會爆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 冬粉啊 跟菜真的很多 它還有加一點胡椒 會很香 你通常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吃幾顆 這個一顆就夠了 而且它有菜 重點是 教練買的都有菜 對 對 我們家會很注重 飲食的均衡 對 它有紅蘿蔔 而且有吃到那個醬嗎 有 有 很香耶 它的醬不是一般的辣醬耶 老闆它是倒拌醬的辣 那所以這個醬料的話 算是我們一組的一個配方 那當然它包括了 蔥酥 蒜酥 好 安芹醬 還有 好 你都不能講 對啊 我都不能講 差點我剛剛 剛剛以為老闆娘要講出來 跟他講了全問幾個 當然不行 那因為其實是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給客人多一些 因為這個醬料它不管是拌飯 拌麵或者是沾那個巴掌 都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這個醬料要保持不易 因為它必須要放置在冷凍裡面 冷凍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去賣這個 只能來到我們現場來享受它 Oh my god 所以它也不是豆瓣醬 你不要一直套我的話 你不要一直套我的話 像這樣就好了 很厲害 它是我們的靈魂 這個醬料不要小看 因為我們一定開27年 我希望可以一起延續的 好幾個27年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小孩 那這個味道可以繼續傳承在 7里之外 老闆娘很適合主持節目 對 對 講得繼續美 好吃 好吃 好 謝謝 謝謝老闆娘 這個醬有點 微辣 它又是大 然後但是有帶鐵 越不想講 越想要吃出它 裡面有什麼 對 對 又想猜 還是永保年薪的秘訣是這個醬料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哇 這家就是你知道 心情特別好 是 有冷氣了 我也感受到了 但是呢 因為我們從第一道開始 一直吃到這一道 都是教練帶杏純來吃的 對 我們現在要把教練本尊 教練就是在做了 耶 教練 因為林教練 就是從以前 就開始會幫大家準備美食 好好吃的 對 那教練的美食 都是去怎麼發現的呢 因為自己也愛吃 好 所以你看我的身材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可是以前當教練的時候 教練身材也是這樣嗎 嗯 比以前比現在 現在有稍微瘦一點 對 稍微瘦一點 所以你通常是台東的每一個餐廳 都會先去吃過 對 我有一個美食的部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今天這間呢 是什麼時候帶杏純來吃的 國中的時候就是 有時候晚上我們會 可能練得比較晚 嗯 那就會想說我們練習完了 我們就一起吃客飯 嗯 那就想說讓他們吃 有時候想要補充一些營養 那就讓他們吃 比較好一點的 那個晚餐這樣 那教練通常帶 就是這些學生們 有沒有讓你 譬如說一度覺得 哇錢好像花太多了 欸 因為火食費好像 對啊 花錢 嗯 所以我說其實 我的家人滿支持我的 就是 我父母都知道 我都在養 養這些代表隊的孩子這樣 小孩 所以他們都不會要求我說 把每個月的月薪 要拿回去 對 交出來這樣 怎麼那麼感人 都是要帶這群孩子這樣 也很辛苦 我看 這種教練一定要給我講一下 真的 因為很常往往 我們在看很多比賽 我們都是只看到 比賽的那個人 不知道背後 其實教練付出的 也非常的大 對 真的 其實現在台灣的很多教練 都是這樣在養這些代表隊的孩子 教練的訓練 你自己覺得是 殘忍的嗎 一定是殘忍的 因為不殘忍的話 就不會有成績出現 對啊 那教練你有沒有曾經 就比如說你的訓練那麼嚴格 然後學生有抗議說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因為那時候他們不敢抗議 因為我很兇 對 對 因為我們今天 就是見到教練本人 一直覺得教練人很好 很好 還是 我問你 因為通常 被這種恐怖的教練訓練到長大 你有一度 就是討厭教練嗎 是 沒有 討厭 沒有 我自己也有可能 除了林教練 還有現在那個 國家隊的教練也是 你都有 就是 他們在對人家 就是 很溫柔 很溫柔啊 風趣啊 然後結果對我們最兇 好 教練這分別是什麼菜 這一道是金沙豆腐 這個是工飽雞丁 家常菜 家常菜 都是家常菜 你們可以各自夾 都是很下飯的 教練帶的學生來這裡吃 最多的在吃 籃球隊十幾個 哇 要吃很多吧 十幾個 就是一張桌子這樣 好幾道菜 超好吃 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我看這就是家人的味道 就是 阿嬤媽媽都會煮出這樣的味道 我覺得這金沙豆腐很強 因為一般就是 可能我們吃的金沙豆腐 它的那個 就是鹹蛋 它不會滲透進去 對 但是它入侵了 它整個豆腐裡 入侵 真的 我喝完了 謝謝你喝完了 我覺得它會入味 對不對 對啊入味了 你看這個菜 就是很軟 它沒有那個梗跟那個絲 對 它沒梗 其實那時候我都常會點 蔥爆牛肉 就是 小孩子的 蛋白質的營養 就是 牛肉 所以其實教練在 買食物跟點食物 都有在搭配 大家的營養攝取這樣 很量 其實真的 你看也有菜 就是今天每一道都會有菜 對… 就是至少還是要有青菜搭配 對 就是多樣性 杏純有沒有最記得當時哪一道菜 對你最印象深刻 我應該滿喜歡吃這個吧 對 它的空白雞丁很軟耶 那個雞怎麼這麼軟啊 很像… 很像我們在吃那種滑蛋雞的那種感覺 有些就是… 那個… 鹹蛋夾比較少 這個雞 感覺有在運動耶 它可是被教練逼出來的雞 甜靜雞耶 甜靜雞耶 它的肉很有 很軟 很軟 很營友 是… 吃到牛小小的味道 都是… 吃到牛小的那樣 就可以了 吃到牛小的味道 吃到牛小的肉 吃到牛小的肉 get up baby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by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by 美食資訊隨搖隨到 新功能好康優惠卡 讓你吃到玩到買到CP值最高 海南整集重看 挑名店好物 食尚玩家APP 趕快下載喲 好的,來,現在直接來看一下這邊 古色古香 通常倖存是什麼時候會來到這間餐廳吃飯? 也是一樣 就是練完洗的時候教練都會帶我們來吃 剛前幾家可能吃得比較中式 那現在看這個裝潢好像是偏西餐嘛 是嗎? 就是在墨西哥餐廳 但好像聽說是不是通常教練就比如說你們得了還不錯的成績 就會等於是用這間來靠上面 慶功,慶功宴 所以這間是慶功,慶功宴 那你還記得你當時來這邊最常點的是什麼嗎? 我就比較喜歡吃的是麵 吃麵,義大利麵 肉醬義大利麵 我跟妳講,來現場我們桌上看到這個紅茶 從剛剛前幾家我們在吃的時候 然後郭慶純已經說,我跟妳講 這間紅茶很好喝,妳這樣一定要喝 對,他一直提到說我好想喝那個紅茶 他到底有多好喝 真的覺得非常好喝 然後包括是我們後來來一地訓練的時候 我的物理教師、體能學院師 還有包括新的學弟學妹 因為一致都認為這一家紅茶非常好喝 真的假的 那因為我們離處真的就住在那邊 然後我們已經來兩次 兩次都來吃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他們就說 紅茶 重點是我們吃完走的時候還要打包紅茶 所以他們是可以打包紅茶的 因為老闆娘跟教練很好 一般人不行 而且不能說她的紅茶 她算是一般就是餐廳裡面 份量算非常大杯 巨無霸 來,我們接下來喝喝看她到底多厲害 老闆娘說要再多加那個檸檬 如何 我跟你講我理解了 她的紅茶完全沒有茶的那個色感 她的紅茶是很順口的 她一開始因為她的那個檸檬在上面 所以你會先喝到檸檬的酸 對 跟香氣 然後後面紅茶的味道才會提回來 她是一個要品嘗的茶 對 有一喝再喝 對 這個紅茶就是 就算吃很飽 有沒有 還是會想喝 而且她就是已經順到 你只要放回去 有茶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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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我倒 我倒 好,那我們桌上就是 郭慶純平常最愛吃的肉醬義大利麵 而且老闆是不是特別給你兩頭啊 對啊 給你的也太大頭了 這是平常的量吧 欸,今天好像比較多一點嗎 來來來,那我們就直接來吃了 有之前這個起司也這麼多 對 而且她的肉醬非常多 對,她的肉醬是多到 對啊 因為有些地方的那個肉醬義大利麵 一點點 可能剝一剝 有幾條麵還是乾的 是的 但她沒有耶 她已經多到,你知道 我這個圓盤 旁邊會有肉醬會擠出來 對 對 你近期有來吃嗎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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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跟你講 我們代表我們根本沒有亂推薦 她昨天本人就有來吃 所以來這邊塗雞湯 來這邊喝紅茶 你昨天也是吃這一套嗎 對啊 你真的吃不膩耶 就我家人一起來 家庭是 他們也是算包場嗎 對對對 因為疫情嘛 對啊 啊 等於所謂是 幸存日啦 對 幸存日 欸,她的這個很強 一般來說 肉醬 意大利麵 她的肉醬都會有很多番茄 或番茄加下去用 但是她是有其他的那個口味的 因為我跟妳講 我本人平常吃意大利麵 我是不點肉醬的 為什麼 因為我很怕吃番茄 可是她不會讓我覺得過酸 她是肉的味道好像多一點 而且她的麵的味道就很均勻 因為當時她的肉醬 給的份量算是很多 好吃啊 我們這個醬汁真的好棒 我還是有吃完之後 我跟妳講 我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妳吃完妳再喝它 變很甜 不知道為什麼 妳喝 妳喝 好神奇喔 對啊 而且就是很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很順 對 真的會喝完想要再點一杯 對 是不是因為肉醬 它本身的口味比較重 然後這個可以去 就是搭配 對妳 有一點太好喝 但因為除了在邊吃的同時 因為其實這家的環境 算是佈置得很有異國風情 沒錯 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我的右邊 就是有一台鋼琴 哇 對 因為平常呢 郭興泉自己 也是會 愛彈鋼琴的 沒錯 對 我只上過四個月的鋼琴課 妳怎麼可能 妳那個 IG上面PO那個都很強耶 我可能只學四個月 因為我上完四個月之後 我就受傷了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 我就沒有再去 妳說手指受傷喔 沒有 我的腿受傷 等一下 我上了腿受傷 腿受傷還是可以彈吧 就那時候就沒辦法去上課了 覺得要一起復健 對 然後加上快比賽這樣 對 所以後來就荒廢了鋼琴 對 然後後來就是看那個Youtube 日學 日學 自己看然後自己學 先學左手 然後在右手 然後會先聽那個歌 就是把它聽熟了 其實學起來比較快 有時候禮拜日 我可以從早上彈到下舞 就是好幾個小時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它算是一件事情 可以做很久的 然後一種餐也可以吃很久的 對 我知道有喜歡的餐點 其實通常就是固定 就不會再嘗試其他 因為今天它比較特別 是從早上到現在 全部都是它從國中 開始吃到現在 都還在吃的 有人這麼專情 對 因為其實我們中間很多來賓 可能是以前愛吃 現在沒吃 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就是國中 吃到現在 對 我昨天還來吃 這麼 就是這麼喜歡吃 對 好強大 那因為你最近有練什麼曲子嗎 我很好騙啊 那個《動力火車》的 《動力火車》的 對 《動力火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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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火車》 我就彈到 好棒喔 沒有 你有沒有常常想說 自彈自唱 我真的太... 對我來說太高了 好 好 不是 妳剛剛唱那一句 很好聽 可是我就會忘記 我要彈哪裡了 好 那我們不要彈 妳最近一次 妳的哪首歌是什麼 單身情歌嗎 可以 來 我們唱副歌就好 我們唱副歌 找一個最愛的深愛的 相愛的親愛的人 來告別單身 一個多情的 痴情的 絕情的 無情的人 來給我傷痕 好 好 好 今天最後妳可不可以講一句話 就是 我把年度最佳專輯 頒給賴燕居 什麼啊 因為她昨天也就去頒獎了嗎 可是妳在自賠什麼 因為我有報名 然後我沒入圍 所以我就整天在過過干預 好 妳講到那是獎盃 年度最佳華語專輯獎 得獎的是 小賴同學 郭慎晨 郭慎晨 你得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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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我得獎 還要講那個 得獎感嚴優 對 非常感謝我的父母 然後今天呢 也感謝信淳 來到我們的節目 然後我們娛樂她一整天 好 我們就在這個歡樂的範圍下 謝謝郭慎晨 謝謝 太妄妙了 太妙了 太妄了 太妄妙了 時間到 太妙了 我要降了 我沒看過